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习近平举行仪式 欢迎东笛问总统访华 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习近平会见意大利总理 习近平对退役军人工作 做出重要指示强调 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 服务保障好 教育管理好 作用发挥好 权益维护好 赵乐际分别会见东笛问总统 意大利总理 全国政协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 围绕深化高效育人模式改革 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能力 协商议政 王沪宁主持 中央宣讲团在北京市 商务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重庆市宣讲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 巴黎奥运会进入开幕后第三个比赛日 中国体育代表团再夺两枚金牌 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乙军袭击黎巴嫩南部多地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袭击乙军阵地哨所等目标 各位观众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上午 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 欢迎东帝问民主共和国总统 若泽拉莫斯奥尔塔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领礼号21响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陪同阿尔塔访华的友 副总理 外交与合作部部长 驻华大使等 军乐团奏东地问和中国两国国歌 军乐团奏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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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仪式后 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塔总统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 总统先生是东地问建国元勋 和中国同东地问友好事业的奠基者 你的访问是东地问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中国同东地问传统友谊远远流长 中国最早承认东地问独立并同东地问建交 建交以来 两国始终真诚相待 守望相助 是不同政治制度 发展水平 历史文化国家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共同发展的典范 两周前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 中国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这将给全球经济发展和两国合作带来新动力 新契机 中方愿同东地问一道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 中方愿同东地问一道 朝着三个更高的目标 引领双边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一是 坚定相互支持 打造更高水平双边关系 中方坚定支持东地问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努力 愿同东地问全面深化战略协作和发展合作 维护好两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朝着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大方向迈进 二是 坚持互利共赢 开展更高质量务实合作 围绕产业振兴 基础设施建设 粮食自己 民生改善等四大重点领域合作 以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为契机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分享水利建设 节水灌溉 防灾减灾等领域经验技术 实施好水稻栽培等农业合作 推进渔业 减贫等合作 助力东地问经济自主和多元化发展 三是 共促全球南方事业 开展更高层次多边协作 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精神 加强在联合国 世界贸易组织等 多边平台协调配合 共同倡导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方也愿在中国普与国家经贸合作论坛 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框架内 同东地问开展更多双边三方合作 阿尔塔表示 自1976年以来 我多次访华 亲眼见证了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 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 堪称人类奇迹 面对深刻演变的世界局势 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 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和一系列重要全球倡议 并促成沙特 伊朗 以及巴勒斯坦各派别实现和解 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 做出重要贡献 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和平负责任的 全球大国作用和影响力 感谢中国长期以来 为东地问经济社会发展 以及应对新冠疫情提供的宝贵支持 东地问希望进一步巩固发展 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加强粮食安全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 助力东地问实现国家自主发展 东地问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反对台湾独立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切努力 南海问题应该由当事国通过谈判自主解决 东地问愿同中国等地区各国一道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我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伟大理念 这体现了古老东方文明智慧 愿同中方密切在多边框架下沟通协作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和农业 绿色发展 数字经济 航空运输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地问民主共和国 关于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当天中午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为奥尔塔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7月29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习近平指出 中国和意大利分出古丝绸之路两端 两国历史悠久的友好交往 曾为东西方文明交流互建 和人类社会发展进步 做出重要贡献 以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 互学互建 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思路精神 是中义两国的共同财富 当前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各国相通团结则共进 封闭分裂则各退 中义两国要秉持和弘扬思路精神 从历史维度 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 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 推动中义关系行稳致远 习近平强调 中义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 尽管当前国际形势持续深刻演变 中方重视和发展好中义关系的意愿 没有改变 中义关系合作共赢的本质 没有改变 两国人民的友好情意 没有改变 双方要更去友好交往传统 继续相互理解和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 中义两国产业优势互补 互为机遇 双方应该坚持相互开放合作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 中方将不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也为同意大利等各国扩大合作 带来新的机遇 中方愿同义方推动经贸投资 工业制造 科技创新 第三方市场等传统合作优化升级 探讨电动汽车 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 中方欢迎意大利企业来华投资 愿进口更多意大利优质产品 希望义方同样为中国企业复益发展 提供公平 透明 安全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双方要珍视文明互建成果 推动文化传承和创新 双向互促 促进两国民心相亲 中方支持义方举办2026年冬奥会 希望义方为中国公民复议提供签证便利措施 习近平强调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唯有坚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 才会带来共赢发展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从不追求霸权 愿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 希望义方理解和支持中国发展理念 为推动中欧加强对话合作 促进中欧关系积极稳定发展 发挥建设性作用 梅洛尼表示 很高兴在2022年11月巴厘岛会面后 应约来华访问 今年恰逢义中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 和马可波罗逝世700周年 义中两国作为文明古国 一直彼此欣赏相互借鉴 当前国际形势深刻演变 中国作为重要大国 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 作用不可替代 义方高度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 愿意传承远远流长的思路精神 同中方发展更为紧密 更高水平的伙伴关系 开辟义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 为世界和平与进步做出新贡献 义方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希望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 挖掘更多潜力 深化两国经贸投资 电动汽车 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 密切人文交流 推动更多意大利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义方反对脱钩锻炼和保护主义 愿为推动欧盟同中国关系走深走实 发挥积极作用 双方发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意大利共和国 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 2024至2027年 王毅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 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29号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对退役军人工作做出重要指示 并想受到表彰的模范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 想从事退役军人工作的同志们表示诚挚问候 习近平强调 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退役军人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强军新军事业 新时代新征程 退役军人工作要有新担当新作为 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贯彻落实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服务的方针 着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需退役军人所判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持续完善组织管理体系 工作运行体系 政策制度体系 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 服务保障好 教育管理好 作用发挥好 权益维护好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职业 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希望广大退役军人 拥保革命军人本色 坚定信念 爱国奉献 奋发有为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务委员慎一琴 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并讲话 他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充分体现了对退役军人工作的高度重视 和对广大退役军人的亲切关怀 要认真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在服务强国强军 提高服务保障水平 防范化解风险上 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引领广大退役军人 踊跃投身现代化建设实践 不断开创退役军人工作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会议表彰了397名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和100个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 80名模范个人 中央军委委员苗华出席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 29号在北京分别会见 东地问总统奥尔塔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 在会见奥尔塔时 赵乐际表示 中国和东地问是传统友好联邦 在习近平主席和奥尔塔总统 战略引领下 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双边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 中方愿同东地问一道 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秉持和践行亲程慧荣理念 增进互信与友谊 加强交流与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中国全国人大愿继续同 东地问国民议会密切友好交往 加强立法监督深化改革等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 和两国关系发展 奥尔塔表示 中国是东地问最重要的 合作伙伴和发展伙伴 东地问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愿深化各领域合作 加强立法机构交流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7月29号下午 东地问总统奥尔塔 前往天安门广场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敬献花圈 在会见梅洛尼时 赵乐际表示 近年来 在习近平主席和意大利领导人 引领和推动下 中意务实合作不断拓展 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今年是中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0周年 双方要保持良好交往势头 续写中意关系发展新篇章 为中欧关系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 注入更多正能量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意大利议会 充分发挥定期交流机制作用 开展多层次宽领域 广渠道友好交往 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 梅洛尼表示 意中关系悠久稳固 在璀璨历史长河中 架起增进东西方友谊的桥梁 希望双方立法机构加强交流 促进经贸文化等领域合作 推动意中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王冬明参加上述会见 十四届全国政协 第二十二次双周协商座谈会 二十九号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会议 他表示 中共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高度重视教育工作 深入实施教育强国战略 扎实推进高等教育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推动新时代高等教育 和人才培养工作 取得历史性成就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 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 落实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关于深化教育综合改革部署 增强理直建言 服务大局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推动协商议政 更好向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发力 王沪宁表示 广大政协委员 要紧扣高等教育改革 和人才自主培养问题 深化研究 提出更多精准 务实 管用的 对策建议 要深入宣传阐释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 体制机制 一体改革决策部署 广泛凝聚改革共识 要立足本职岗位 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助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和人才自主培养 十位全国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 大家认为 要锚定教育强国建设目标 强化思想政治引领 坚持正确育人导向 深化高等教育改革 建立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贯通机制 以人工智能 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强化产教融合 科教融会 通过巩固需求驱动 学科交叉赋能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构建国进化科教创新平台 和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为发展新智生产力 夯实人才基础 教育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 并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中央宣讲团成员 在各地各部门宣讲 并深入基层 与干部群众互动交流 中央宣讲团成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尹丽 今天在北京做宣讲报告 尹丽在报告中 从深刻认识全会重大意义 深入学习领会 全面深化改革 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等方面 结合北京实际 做了全面系统的阐释和宣讲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 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以守善标准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不断开创 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 奋力铺血 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尹丽还与企业代表 基层干部群众互动交流 就科技创新等问题 深入学习宣传全会精神 中央宣讲团成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今天在商务部做宣讲报告 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在二十届三中全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决定 切实把思想认识和行动 统一到全会决策部署上来 抓好商务领域各项改革任务 落实落地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这是总书记亲自谋划 组建了一个起草小组 他亲自担任组长 决定搞 做地抓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需要破解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 谋划改革 中央宣讲团成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 今天在工业和信息化部 做宣讲报告 他深刻阐释了召开全会 做出决定的重大意义 围绕决定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背景 指向和内涵 进行了详细解读 要求工业和信息化系统 加快推动改革任务落地 为推进新型工业化 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决定主题鲜明 重点突出 错失误实 谋的是强国复兴伟业 布的是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大局 立的是党长期执政 国家长治久安之机 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强烈使命担当 中央宣讲团成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 今天在重庆做宣讲报告 袁家军围绕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准确理解 全会决定提出的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 重大原则和重大举措等 进行了深入阐释和解读 重庆要把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 所做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 坚持把全面深化改革 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的关键变量 围绕总书记提出的两大定位 三个作用 全面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 以敢为人先的勇气 积极探索 首创性 差别化改革 近日 袁家军还来到工业园区 科创企业等地 现场宣讲全会精神 并与一线干部职工互动交流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今天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人介绍了 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发展的总体情况 截至今年六月 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442.5万件 权利人为企业的发明专利占比提升到72.8% 企业创新更加活跃 美外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2.9件 提前实现国家十四五规划预期的目标 我国深入实施专利转化运用专项行动 今年上半年 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转让许可次数同比增长22.2% 一批高价值专利在高端化 智能化 绿色化产业场景中加速落地 今年一至五月 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额达1800亿元 同比增长14.1% 我国知识产权服务便民立期水平全面提升 发明专利平均审查周期压减至15.7个月 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稳定在4个月 均达到相同审查制度下的国际先进水平 我国知识产权国际合作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截至今年六月 国外在华有效发明专利和有效注册商标量 分别达到91.9万件和213.5万件 保持稳定增长 从今年4月25号发射入轨至今 神舟18号乘组已经在轨驻留三个月 目前航天员 叶光复 李聪 李广苏身心状态良好 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任务进展顺利 昨天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公布 中国空间站最新载轨视频 神18三名航天员近期完成了 鼓丢失防护技术研究等一系列失重防护实验 通过鼓丢失对抗仪 超声检测和 神经肌肉刺激仪等仪器设备 有针对性的保障航天员载轨期间的身体健康 保证顺利开展各项太空实验和试验任务 此外 航天员程组还在空间站 开展了严守协调运动能力变化规律研究测试 进一步研究航天员精细操作控制稳定 准确性和协调性变化规律 将为后续任务程序和人机交互设计提供参考 目前 神舟18号航天员程组已载轨超过90天 在天地协同配合下 圆满完成两次出舱活动 承担的空间材料科学 空间生命科学 航天医学等领域实验和试验项目 扎实稳步推进 连日来 湖南 辽宁 吉林等地 强降雨过程频繁 各地各部门全力开展强险救援救灾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受湘江之流捐水和水位上涨影响 7月28号至今天下午 湖南湘台县连续发生三处绝口险情 在湘台县易俗河镇郭家桥新唐村四新堤 绝口长度目前约79米 省市县各级调集力量 开展群众转移和应急抢险工作 先后出动武警 民兵 中国安能 及社会救助力量1200多人 发动县乡村各级党员干部1000多人 投入救援抢险工作 我们坚决贯彻总数据 关于防汛抗风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 从广西 湖南 贵州抽调200名 110台套装备集结到现场 现在我们在进行道路拓宽 保证的车辆通行速度的提高 截至今天上午7点多 受影响的新唐村 新虎村 3800多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 湘台县第一时间安排了四所学校 作为临时安置点 为转移群众提供基本生活物资和医疗保障 来这边之后就有人给我们安排的 那个床位什么的 物资什么的都准备得挺充足的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 湖南 滩州 资兴市部分村庄 通信中断 交通受阻 截至目前 通信中断的村庄已全部恢复通联 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仍在抢修 今天上午 当地通过直升机 将饮用水 食品等生活物资 空运到当地交通受阻地区 并转移出部分受困居民 在辽宁 目前已有17条河流 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当地水利部门点对点调度水库90座次 指导沈阳 本西等重点地区开展寻滴茶险 组织各地抢排农田积水面积210多万亩 针对鸭绿江出现的明显涨水过程 从昨天凌晨到今天中午 辽宁丹东已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万余人 在吉林吉安 强降雨引发泥石流滑坡灾害 当地紧急将危险区域群众全部转移 截至今天下午 31处路桥水回组断点已抢修完成24处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应急管理部 汇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紧急调拨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支持辽宁 吉林 湖南 陕西四省灾区 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 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发布会 中央网信办 中央文明办 四川省等相关负责人 介绍了2024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的相关筹备情况 大会以弘扬时代精神 共建网络文明为主题 将于8月28号至29号 在四川省成都市举办 包括开幕式及主论坛 十一场分论坛 以及让科技之光点亮网络文明 网络互动引导互动等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据介绍 大会届时还将发布 2024年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 网络文明加峰倡议 以及一系列网络文明建设成果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生态环境部今天通报 今年上半年 全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重点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平均为82.8% 同比上升1.4个百分点 PM2.5平均浓度为 每立方米33维克 同比下降2.9% 上半年 3641个国家地表水烤盒断面中 优良水质比例为88.8% 同比上升1.0个百分点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 与26个非洲国家政府主管部门 共同发布中非数字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各方在数字政策 数字基建 数字创新 数字转型 数字安全 数字能力 六大领域采取合作行动 未来三年 共建10个数字转型示范项目 共同培养1000名数字人才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 2023年度全国县医院医疗服务能力评估情况 评估显示 全国县医院综合能力不断提升 超过90%的县医院达到二级医院能力 其中达到三级医院能力的占比超过一半 对口帮扶持续推进 双向转整达到832万人次 当地时间7月29号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中国新时代深化改革的世界机遇对话会 即中西人文交流活动 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 活动围绕新时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 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带来的全球发展机遇进行对话 并在媒体 电影 艺术等领域 达成多项务实合作 总台同日还分别与世界旅游组织 马德里市和西班牙职业足球联盟 达成多项合作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今天公布治理电视套娃收费 和操作复杂第二阶段工作取得的成果 截至6月30号 全国252万间酒店客房 实现便捷看电视 行业初步实现一个遥控器看电视 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IPTV 中央及省级电视直播频道 7天免费回看 互联网电视播控管理得到优化强化 据黎巴嫩民防部门今天发布的消息 已经无人机袭击了黎巴嫩南部地区 造成两人死亡 三人受伤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 已经战机28号深夜 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 同一天 以色列安全内阁授权总理 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 就其占领的戈兰高地一球场遭袭事件 决定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 回应方式和时间 据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28号发布的消息 其成员袭击了离以边境附近 以军阵地哨所等目标 黎巴嫩开守总理米卡提 28号呼吁在离南部实现全面停火 避免当前局势升级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等国相关机构 已对本国公民发布 针对黎巴嫩局势的紧急旅行提示 此外 法德等国航空公司今天宣布 暂停未来几天部分往返贝鲁特的航班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 在俄海军节活动上表示 美国计划在德国部署的远程精确制导武器 将把俄 重要政府 军事和工业设施等 置于其射程之内 美方若坚持此类行动 俄方将放弃单方面暂停部署中短程导弹 做出对等部署 美国和德国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 美国将于2026年开始在德国 部署远程精确制导武器 俄方对此多次表达强烈抗议 英国财政大臣李夫斯 今天将向议会公布财政评估结果 英国首相斯塔莫办公室 在一份声明中称 这项评估将显示 英国已无钱可用 批评前政府政策 给经济和公共服务造成混乱 据英国媒体报道 执政党工党消息人士称 评估发现了约200亿英镑的资金缺口 对此 保守党方面驳斥称 工党是在为推动增税政策 找借口 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 28号发布的消息显示 截至当天 全美有103起大型灵火在燃烧 过火面积超过8130平方公里 其中 加州今年最大灵火帕克 仍在蔓延 仅有12%的火势得到控制 当地66栋建筑被烧毁 约4200栋建筑遭威胁 俄勒冈州德基灵火的过火面积 也已超过1100平方公里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更多移动视频 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